這個屋苑的名字叫做日進星園 目前它在賣、在售的 就是最後的九座和十座的柳王 其他我們看看 其他動數入住都非常之高 還有這個屋苑 都會有一個泳池的設計 V加零首期特輯馬上開始 V加零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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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加零首期特輯 V加零首期 上海深迷大王家樓 當然是找V加深夜 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來到中山的坦州 帶大家看看一個燕樓的屋苑 這個屋苑的名字叫做日鎮星園 目前都是位於小區裏面 目前它賣在售的 就是最後的九座和十座的柳王 其他我們看看 其他動數入住都非常之高 還有這個屋苑 都是會有一個泳池的設計 以及它都是做到人車分流的 我們都可以看看 這個整個屋苑 它的高度是比較矮的 即是它樓層不是十分之高 還有它的間隔都是非常之闊落 我現在就在這個小區的圓林裏面 這個位置是泳池 泳池現在是冬天了 所以就沒有開放 整體的環境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和珠海只有一橋之隔 15分鐘左右的車程都可以去到珠海 上涌、前山、滑發雙刀等等 這些大型雙圈 包括我們的生活配套 我們馬路隔離就是十四川 都有這個肉菜市場等等 都可以滿足我們日常的生活所需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上去看看示範單位 好了 我現在就上到示範單位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屋苑 是兩梯三火的 目前九座是一個精裝的膠褲 十座是無皮膠褲 我們現在看的是122方的三火雲形 首先我們看看它的膠褲標準 我們看看這個入戶門 但它的款式是比較舊式的 就不是現在的時尚 好 我們進來看看它的空間 我們首先一進來 這個圓關的位置是發展商贈送的 這個圓關櫃 這邊會有一線窗 這樣也可以增加整個 我們戶型的採光面 我們進來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戶型也是比較獨特的設計 因為它這個部分其實就是中空的位置 發展商那邊就是和大家偷了一個位置 就是贈送的 這個面積是贈送的 我們也會有一個戶型圖子給大家貼出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戶型是一個南北對流的 比較寬鬆的 這邊就放了一個餐邊櫃 餐邊櫃 出到來我們先看看這個廚房 廚房做了一個邀整的廚房 雙升盤和油的閃窗 我們有廚房的三件套是華蒂的這個品牌 這邊就要放一個只能夠放單開門的雪櫃位置 好 先看看這個生活露台 我們看看這個景觀面都是望向小區的圓林 所以小區裡面的綠化率也算是比較高的 因為我們看看它的分佈都是一個點狀式的分佈 而且它會盡量令每個面都會有陽光照度 外面這個露台也是屬於比較長的 OK 這個位置可以的 這個露台是會送回一半的面積 我們看看客廳 因為客廳中空的部分 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譬如你建成一間房也不錯 你做這個弘廳也不錯 好 出來看看這邊的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是望向小區內圓的 可以看看我們面前的綠化 以及外面遠一點的泳池景觀 這個露台也很長 我們這樣走過來是接到這個位置的 整個露台幫大家看了這個圖紙 是有5米7那麼長的 好 我們進去看看房間的分佈 這邊就是房間的位置 我們這個過度也不會覺得很壓迫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廁所 衛生間就是比較傳統的 乾濕分離 這邊是淋浴間 還有會有一個名窗 走出來 首先我們看看這間房 這間房間就是做了三邊的綠床 擺放一張米半的床也不錯 外面的採光面都是望向小區的內圓 以及可以外接我們外面的大露台 出來我們看看另一間房間 這間雖然它的風格是兒童房 但是它也可以同樣擺放一張米半的床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是窗外的位置 大發展商會預約 這間房間預約 窗外的位置也是全正送的 最後我們看看這個主人套房 主人套房 它這邊會有一個交付標準 交付標準就是這樣的 有衣帽間的 步入式的商牌的衣帽間 女生就最喜歡了 進來就是我們的衣帽間 這個廁所的空間 比我們剛才的客廁更闊落 外面就是我們的房間的休息區域 這間房間也是景觀 是望向小區內圓的景觀 也是可以做到米八床 左邊的落床位 以上就是這個122方的三房型 稍後我們還有一個125方的單邊的位置 大家可以跟著我一起看看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125方的 同樣也是一個三房型 但它的實用面積也會更高 再加上因為它是單邊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通道 其實我們後期都是可以利用的 然後進來這個位置就開始計算在屋苑裡 但我們看到左右兩邊的位置 從這條界開始分 就是市民燈園也做了這個設計 我們看看這兩邊的位置 其實就是屬於贈送的面積 都是贈送的這兩邊 因為它在這個圖紙上寫的是中空的 不計入產權面積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發展商送給大家的 其實左邊這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間出來做一間房 或者是做雜物間的 右邊就是可以做這個圓關的位置 所以發展商都是送了很多面積 給大家使用 好 那我們進來看看整體的這個空間 首先我們會看到這邊做了一個餐邊櫃 那餐廳這個部分就放了這個長桌 是做了這個六人的餐櫃的位置 這邊就是廚房 廚房放一個比較小的 我想放不到雙開門的雪櫃位 如果大家想安裝一個雙開門的雪櫃位 也可以選擇我們外面的位置 這邊的廚房是做了L字形的 這個廚房也會有名廚 而且它的採光也非常好 L字形的 OK 外面出來我們看看客廳的空間 整個客廳的空間是有四米闊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外面就看看這個露台 今天陽光非常好 外面是小區的圓林 和泳池的景觀 這個露台盡心都非常深 差不多一米半 而且它也是一樣有四米長的 一個大露台給大家使用 好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房間分佈 首先我們看的是這個客房 其實這個護形 非常適合這個一家三口來居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邊這間客房 加上一個客位的話 我們可以用來做這個 掌本房或者客房也是OK的 首先我們看的是這個廁所的空間 廁所是做了乾區和濕區的分佈的 而且你看看這麼大的浪浴間 放回浴缸也可以 真的很大這個浪浴間 非常粉綠的這個位置 這邊就是一間客房 這個客房也是一個潮南向的 去到這個位置 它是有270度的採光面 做到這個位置 這邊是可以放回麥8的床 三邊的落床位空間也是十分充足的 最後我們轉到外面看 一間兒童房和一個主人房 所以說它這個是一家三口 用來居住最適合不過的 這邊就是一間兒童房 而兒童房做了這個 都是米半的床 三邊的落床位是OK的 這個兒童房絕對不會小的 而兒童房對過來就是這個主人的套房 所以說這一套是非常適合一家大小 用來改善生活 來享受生活居住是最適合的 因為兒童房隔離就是這個主人的套房 這邊就是一個主人套房內的主位 也是做了乾濕分離的 看看它的收納空間 也是十分足夠的 這邊做了轉角的淋浴間 以及馬桶的位置 我們再來看看主人房的空間 主人房的這個衣櫃是交付標準 整面的一個衣櫃 以及也會放一個米半的大床 三邊的落床位 以及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太陽 下午時分的太陽 陽光都是比較充足 是十分充足 對出來望向這個景觀 都是小區的圓林和泳池的景觀 以及它是可以做到270度的 採光面給大家使用的 再說回逆進星園 它都在清貨的階段 所以它的價錢 都是非常適合上車的 毛批的話 就是13000左右 正裝的話 就是14500左右的這個均價 毛批和正裝都是有的 任君選擇 如果大家對這個屋苑感興趣的話 可以聯絡我 9346-0995 記得給LINE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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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